看看他们怎么做慈祭的 今天起一连五天 大爱新闻推出 我这样做慈祭专题报道 还有社会贤达人士 怎样看慈祭提出建言 今天来看这一位 他做慈祭视为是一种责任 白话来说就是很拼啊 慈地制功科的贵 每天职业制业 并行而坐 最辛苦的时期 曾经一大早起床送报纸 之后投入慈祭室 晚上还要到疗养院工作 他不累吗 柯德贵想到的 从来就不是他自己 专注于眼前的采访 即使前一晚工作到很晚 担任慈祭真善美志工的柯德贵 这天清晨还是起了个大早 带着团队来到基隆环保站 记录社区的环保图机 这几年来一直在推动 那个塑胶带 那他们这里用每个礼拜一 一定会有人十几个人一起来坐 我们就一直在想 我们应该要有那个 义务跟任务 就是责任 把他们每一个人的主机 都记录下来 记录慈祭真善美的这条路 对柯德贵来说 走得并不轻松 每天除了辛苦工作 维持佳绩 其余剩下的时间 全都给了慈祭 最辛苦的时期 曾经一大早起床 送两百份报纸 送完报纸后 就跟着出门拍摄访饰室 晚上又接着到疗养人工作 他的拼命和坚持 让身旁的人很不舍 有一次又关于访事的事情 打电话请教他 我就听到他一直咳嗽 问你现在在哪里 他说在花莲 在上课 然后一直咳 我跟他讲说 你要把身体照顾好 你如果说 你没有一个很好的身体 你仔细对你来讲 因为不愿抛开的责任 即使最近外界对慈祭 有许多舆论风波 对柯德贵来说 他选择相信自己的出发心 以及在当志工的岁月里 他所得到的踏实感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本身 也是会有一些挫折 也会想说 事情怎么 其实我们是很 出发心很努力在做 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 那有时候我们互相勉励 志工跟志工之间 就互相勉励说 这个时候我们的心 真的一定要定下来 我们一定要定 我们没有定会跟着 自己的心也是会乱 结束采访行程 下午紧接着到疗养院工作 多年来兼顾职业与制业 劳累的身躯 遇上这波舆论压力 柯德贵说 虽然挫折 但危机就是转机 他相信风暴终将过去 我在当志工我会坚持 我不会说有退转 因为这样的风波 我会有退转 不会这样想 因为其实这样的风波 有时候是警惕我们自己 反而是要反省我们自己 以后要更加谨慎 因为我们民主委 不是报导很多吗 那他也会一直鼓励自己 以后还会鼓励他所有的团队说 这是一个 只是一个暂时的 一定会过去 那只是一个风暴 那我们走过了 我们将来会更好 坚定的心音不应风波而动摇 一股做就对了的傻劲 让柯德贵平稳的 在慈激世界度过了十八年的岁月 我们的组长他就想说 我靠着了 我也是靠着了 我现在跟你说也很难 我也相信说 这一波就是很快就会过去 志工路上法清相伴 相信乌云遮蔽后的天空 蓝天白云会更清澈美丽 大家新闻 徐雅绵 于国伟台北报道